再來看到的是臺東池上鄉 也有許多道路嚴重軍裂 山區甚至有四百多人口數的部落 從十七號發生地震之後 就沒有水可以用了 還有不少住宅 出現了裂縫 還有嚴重的傾斜 居民等不及工部門修繕 就先自救灌江 還有大樓住戶 因為擔心愚症 不敢回家 是睡在避難所的帳篷裡 歪邪的住家 老人家每一步走得小心 吊膳扯落 物品散落滿地 但讓他擔心的是房屋已經傾斜 地上出現十到二十公分裂縫 槍帶要老人家這幾天先睡車上 但民宅被地震拉扯 傾斜的現象不止疑惑 這裡是緊鄰海岸山脈 銅鞍山 及北南溪的池上鄉振興部落 人口數四百二十幾人 0917地震後就沒水 歷經十八號強震 幾乎位在山坡旁的民宅 都有傾斜現象 不快修補 大雨來襲恐怕會全村走山 他整個搖洞的話 是往西邊搖洞 東往西搖洞 所以這邊的居民的地址 就抬高了 抬高 他就往這個北南溪間 滑洞下去了 部落等了三天 還等不到修繕 只得先自救修補 而六點八強震也讓大樓住戶不敢回家 睡在避難所的帳篷 這棟是池上鄉最高樓有五樓 經過昨天的強震之後可以看到瓷磚整個剝落 水泥是掉了下來 甚至連鋼筋都裸露 是可以直接透視過去 這波強震也將衝擊關山米二旗倒作 十七號鎮央在關山 造成新乾坤聯米場 室內儲存草倒塌 關山鎮農會 工糧冷凍桶歪斜 又玉石八號強震 股桶變形損壞 恐影響後續存量 農會預估還欠缺一千多公噸到兩千公噸的容量 除了緊急搶修就有設備 也要想辦法找出更多空間來因應 降低二旗倒作收割後的影響 記者王庭 陳顯坤 台東報導